現在目前人正在向山 寧波向山拍攝電視劇《火王》 對 接下來會有可能性的部分 大家現在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嗯 十二月的時候啊 我跟林韻有一部新的電影叫做 《假如王子睡著了》 應該會跟大家見面 所以也不能去否定或是最喜歡哪一個 對 這樣子會不好 所以我還是下一個吧 對 然後室家裡也比較喜歡怎樣的穿衣服 私下 嗯 輕鬆自在 對 那您是已經非常多保養 現階對面有哪個對面比較多 護膚品啊 還是保濕的會比較 會更好吸收 然後我覺得除了保養品 生活習慣很重要啊 不能太晚睡啊 多吃水果啊 多喝水啊 這真的都是蠻重要的 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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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我如果幾天不吃水果 我一定會 吃一下水果 對 第一次只吃一些一點點 對 挑剔了 要剛剛好就好 我很怕那種 塗得很濕的那種 對 我還是覺得剛剛好 最好 對 那就是看 就不要工作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嗯 我覺得就是 聽聽音樂 喝喝紅酒 可是打籃球應該還是最多的 對 嗯 秘訣就是 要有一個可以跟你一起運動的夥伴 哈哈 對 要不然自己會偷懶 對 我覺得打籃球吧 對 多多打籃球 打籃球 嗯 打籃球 還有 還有我覺得一些伸展 呼吸 之類 很重要 皮膚好的女生一定會加分 對 一定會加分 享受當下的女生 對 就是很 你會看到 或幸福的女生吧 嗯 這是最美的 嗯 對 好